来看到这是高雄版的天空之城吗 有民众发现高雄热门商圈 两栋大楼之间竟然出现了空桥 而且上面还有住户 画面一出引发热议 网友觉得住在空桥上 采光通风应该很不错 但又有人质疑这是不是违建 实际询问公务局 尽管这是合法的建筑 但依风水来看 有命理专家认为 空桥底下空空荡荡的 民众居住可能会影响到运势 一般住家大楼 七星怪状什么样的都有 路旁看到这栋很奇特 大楼和大楼间竟然出现空桥 你不说我还是没有注意到 我从来没看过 大部分的人没仔细看 还真没注意 这空桥建筑就位在高雄丽雅区 热闹商圈 堪称高雄版天空之城 总共四成八户 特别是特别 但敢不敢住又是另外一回事 里面没有凶宅的话 我敢住 既然能盖就是 都好两棟那些安全性 你怎么知道呢 哪个掉下来的 画面被po网 同样有人觉得安全性有疑虑 至于该不会是违法建筑吧 实际来看 屋龄四十二年大楼 空草是两栋大楼的楼板 盖在三楼四楼 十一楼跟十二楼 而实际询问公务局 也确实合法 这栋是合法的建筑物 连结部分达三分之一 比例上也合理 所以结构上 应该没有太大的安全疑虑 这行情15平上下 单价落在2425万 投报率达4.5% 尽管是合法建筑 但以风水来看 命理专家则有不同看法 房子的底下是空荡的 那这样子底下的气流 就是不稳定 住在里面的人 会运势不稳定 悬空状态 当地民众习以为常 如今被发现讨论 其他人能不能接受 也见仁见智 谢谢晨晨 网上网上 杨特导 仔细